大家好 昨天有看到有一个网友想要问我说 能不能写个程式来去看看 台湾50在每一波从高档跌20%之后 那之后如果进去买的话 那接下来摆一年两年三年的话 他的胜率怎么样 那到底会不会赚钱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那首先要做这些事之前要先写一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就是说 我们去找出任何一个商品 他从高点跌20% 然后买进这样子的一个脚本 好那所以我用警示脚本来做 那就是说 从从波段高点跌破跌了两成 好 好 好 那这个脚本怎么写呢 我们先找出那个高点在哪里 好那 那 比方说我们可以写 value value1 等于highest 然后 high 的 的 天起 就是说 highest 是去计算 过往 一段时间以来最高点的函数 那所以这里的参数是要 放置 其别 那比方说 我们以年为单位好了 那就是 200天以来的最高点 好 那所以value1我们就找到是 最近 200天以来的最高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写说 if close x 乘以 1 1 2 或者是我们这样子写好了 对 就 乘以1.2 那就 小于value1 OK 那就代表说 我们收盘价就算乘了 1.2倍的话 那还是小于 那个 最近200天以来的最高点 那 name return 等于 OK 好 那这是一个 很粗糙的写法啦 不过我想那个 差别不会大 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回撤 好 回撤呢 我们用的商品就是找台湾50 好 抱歉 那个有 有问视窗还没有关 所以没有办法 等一下下 呀 我是哪个视窗没有关呢 哦 好 这一个 好 那视窗光好了 那我们就来把台湾50加进来 应该不对 应该是选商品 商品设定就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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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來就是 出場點因為希望的是可以 就是白久一點 所以比方說最大持有期間是兩百期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回測了 這樣子看來它就是 進場的次數是一次 那獲利是次數一次 但是獲利是3.37%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時候進場的 OK 就是最近一次進場 是這個時候 就表示這個回測的天數太少了 重來一次 再回測一次 那這一次我們就 把時間拉的長一點 把時間拉的長一點 最近十年好了 那其他條件都沒有變 開始 這個計算時間就會比較長 因為我們回測了十年 好 那我想 網友的提問是想 問說 是不是每一次台灣50 在跌了兩成之後 我們跑進去買 然後把航期持有 會不會 是不是都會賺錢 好那 這裡看到 那個回測的結果 回測的結果 它 過去十年呢 其實進場的 的機會是五次 然後呢 有四次賺錢 那一次虧錢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 勝率算是蠻高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輸錢是什麼時候 好 那輸錢是在 2011年 好 在這裡進場 看一下好 2011年 我們在這裡買 然後持有一年之後 OK 很不幸的 它又碰到 又又 漲上去之後 又跌回來 好 那除了這一次之外 其實 每一次基本上 都是賺錢的 好那 至於說 擺兩年擺三年的話 其實只要把那個 重新做好 把那個 回測的那個 時間點把它 重新設定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 大概就是今天 跟大家報告的內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